警察人员会报一对父子党溺水 火速赶到露营区的亲子钓鱼池 就让人员潜入水中先发现爸爸的身影 赶紧将人就上岸 但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火速进行心肺复苏术 并送往医院抢救 亲友在池边着急不已 因为三岁男童还迟迟没有找到 索性在下午2点40多分也找到男童 但也是没有生命迹象 赶紧送往医院抢救 苗栗县竹然在这个露营区发生父子党溺水意外 找他先生跟小孩找不到 他请我们钓监视器看看人在哪里 那后来才发现 就是有看监视器还往这边走 有看到鱼池 就小朋友不慎滑入 对 发现就马上报警 钓鱼远区监视器发现这队父子党 上午8点多来到鱼池边 一次三岁男童不慎滑入水池中 爸爸情急之下赶紧跳下水救人 没想到就再也没有浮出水面 由于当时现场也没有其他人 一直到亲友找不到人才钓鱼监视器 发现了这起意外 由于这个鱼池面积大约120平 水深约3公尺 有一定的危险性 亲友期盼父子党都可以传出好消息 详细意外的发生主因 警方也将尽速厘清 详细意外